嗨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老星星继续为大家带来电子梦的第九集,安然无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种可怕的阴谋论 就是说真惊世界911事件根本就不是什么恐怖组织所为 而是美国人自己为了数个假想敌而故意制造了一起恐怖活动 星星不知道这种阴谋论在现实中是否成立 但是在电影中确实存在这种现象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影片就是这样一个关于阴谋论的故事 这集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智能化的时代 在这个智能化的时代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地区 处于智能系统监管之下的管制区和那些不愿被智能系统监管的气泡区 管制区在智能系统的辅助下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区域 而气泡区则被管制区妖魔化 说那里是最为危险的恐怖活动测源地 为了防止来自气泡区的恐怖活动 管制区和气泡区之间形成了特定的疆域线 不过这并不代表两区之间就老死不相往来 少量拿到通行证的气泡区公民仍然可以进入管制区 女主角福斯特和母亲爱琳就是来自气泡区的公民 两人在管制区的边缘碰上了知青的警察 警察打算按规矩对汽车进行扫描 然而爱琳却对此十分反感 她直接朝警察扔出了自己的通行证 警察却下意识地躲了躲 可以看出管制区公民对气泡区公民有着极强的不信任感 从警察的问话中我们得知了爱琳的来意 她是气泡区的一名议员 这一次前往管制区是为了夺回众议院的代表席位 以此来抵制管制区向气泡区的渗透 警察虽然不太乐意 但是凭着通行证 两母女还是顺利过关 福斯特并不像爱琳那样对管制区深恶痛绝 初来乍到的她对这个新奇的世界充满了好奇 她要面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融入这里的学校 就在福斯特打算入校之时 通道中却突然响起了警铃 原来管制区的学校都是有专门的检测通道 学生必须佩戴管制区的智能手环 不然的话就得经过人工检查 没有手环的同学还会被戴上特殊的红色袖章 这个红色袖章很快就为福斯特带来了第一个麻烦 几名老生颇好意的凑了上来 幸好同样没有手环的亚裔女替她解了围 福斯特这才逃过一届 亚裔女告诉她 在管制区要注意保护自己 因为他们没有手环 没法记录犯罪证据 从这一段来看 手环是确保安全的重要工具 在课堂上 福斯特再次感受到来自管制区的敌意 同学们认为气泡区的公民都是些恐怖分子 担心福斯特会给他们带来伤害 在老师的干预下 福斯特才逃过了同学的艰难 不过呢 她很快就发现 没有手环 她连课堂时操都无法完成 前排的小黑似乎对福斯特挺感兴趣 她适时的伸过了橄榄枝 表示如果福斯特需要的话 她能够帮对方弄到手环 回家之后 福斯特和爱玲讲起了手环的事 很显然 她需要一个手环 没有手环的话 她不仅无法保障安全 甚至连课堂都无法融入 但是爱玲却坚决不许 她认为手环只是同志者 用来监控民众的工具 而不是什么安全保护设备 福斯特竟劝不动爱玲 只好找小黑求助 小黑是个技术高超的黑客 她帮助福斯特黑进爱玲的账户 并为她定好了一个手环 成功下单之后 小黑便硬凑过来 想和福斯特做一些羞羞的事情 一连懵逼的福斯特 及时打住了小黑 表示自己只是来寻求帮助而已 小黑弄清状况后 气冲冲的离开了现场 没多久 无人机便将福斯特的手环送了过来 手环里面拥有全息投影设备 能够在空气中形成虚拟的影像 使用者只要点一点虚拟屏幕 就可以进行操作了 此外 手环还拥有一种配套使用的声音设备 这是一种名为耳胶的产品 只需要往耳朵里抹一抹 就能听到手环输出的声音了 福斯特由于是第一次使用手环 很快就遇上了无法解决的麻烦 无奈之下 福斯特只好请求人工服务 为他服务的是一个友好的南克福 南克福耐心的教导了福斯特一些 基本的操作手势 还一直夸他 有天赋学得快 可能是这些天遭受了太多敌意 南克福的友好 让福斯特对他顿生好感 第二天 福斯特终于可以正常的通过检测通道 但是今天的课堂内容 却让他有些不适 这是学校专门开始的反恐课 学生需要从中甄别出可能的恐怖分子 阻止他们的恐怖活动 而这些恐怖分子 往往都属于气泡区共鸣 下课之后 同班的短发戚将福斯特叫到一旁 说小黑很快就会将他偷钱买手还的事公布出去 要想阻止小黑的话 就得和他做一些羞羞的事情 莫莱还不忘提醒福斯特 管治区的安全措施十分安全 福斯特人生地不熟到 也不知道该去哪里求助 于是只好主动过来找到小黑 说他愿意和小黑那个 然而小黑却一脸亲密的拒绝了 福斯特发现自己被耍 又羞又恼的冲进了洗手间 此时昨晚的南克福却突然和他讲起了话 原来手环会实时监测 使用者的各项身体数据 一旦使用者的身体数据异常 克福就会向使用者提供帮助 南克福暖心地安慰了福斯特一番 还答应他会帮他收集小黑的信息 从谈话中福斯特还得知 南克福的名字叫做伊森 就这样伊森成了福斯特 在管制区情有的朋友 回家后 福斯特发现爱玲正在和人视频吵架 吵架的原因是新闻上 关于恐怖袭击的报道 报道上说警察今天又在疆域线上 挫败了一起恐怖袭击 但是爱玲却坚持认为这是假新闻 所谓的来自气泡区的恐怖袭击 只不过是政府为了加强统治 而炮制的政治宣传 那这些新闻到底是真是假呢 福斯特那边很快就收到伊森的消息 伊森先是说他发现小黑最近总是会取下手环 请求福斯特帮他跟踪小黑 接着又让他跟踪没有手环的亚裔女 不仅如此 伊森还恐吓福斯特 说亚裔女的父亲是恐怖分子 她很可能会危害福斯特的安全 这种半恐和半安抚的方式 很快就击溃了福斯特的心理防线 她开始怀疑自己出现了幻听 因为自己的家庭就有着这方面的遗传病史 爱玲见福斯特最近有些不在状态 特意过来接她 不料精神极度紧张的福斯特 却无意中暴露了自己的手环 爱玲发现之后 逼着她扔掉了手环 失去手环的福斯特很快就受到了教训 就在她上课的时候 学校中突然响起了警报 同学们纷纷进入安全室避难 福斯特却因为没有手环而不许进入 就在福斯特惊慌之时 伊森的声音却再次出现 她指示着福斯特逃到了公园之中 此时的福斯特已经是惊弓之鸟 她极度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出现了精神分裂 然而耳胶中的伊森却再次恐吓她 还说不论是恐怖袭击还是伊森本人 都是切实存在的 就在今天早上 警察在一间公寓中发现了自制炸弹 公寓的主人是从气泡区过来的公民 他们很可能是想通过自己的小孩 在管制区制造恐怖活动 而福斯特很可能就是被艾琳利用的对象 伊森还表示 他们需要福斯特的帮助 只要福斯特假装制造一次恐怖袭击 那么他们就能提前阻止艾琳的阴谋 此时的福斯特已经彻底相信了伊森的说辞 回家之后 艾琳开明的给福斯特拿来了手环 还说她已经16岁了 应该自己选择想要的生活 然而就在当天晚上 福斯特却悄悄做好了炸弹 第二天一大早 福斯特就独自开车来到了学校 他故意跑进了检测通道 警报声也适时的响了起来 警卫人员一把抓住福斯特 还将他的背包封了出去 此时天空中出现了无人机写成的文字 这次恐怖袭击之后 管制区又推出了新的政策 他们将在学生中强制推行新的追踪和保护系统 而这项服务的开支将由政府来承担 警方在调查之后确认了这次恐怖袭击的策划者是母亲爱玲 福斯特则被当成无辜者的角色 被请去进行了特别发言 当然稿子都是提前备好的 影片进行到这里 很多观众其实都有了自己的判断 福斯特明显是被人给洗脑了 不过呢 导演大概是怕观众们看不明白 特地在结尾加上了科技公司给福斯特洗脑的过程 可能是有点话舌添足了 这部影片改编自菲利普迪克的原著小说 福斯特你死了 原著剧情和影片出入较大 讲述的是美苏核战背景下 美国政府号召民众投入更多的资金 用来购买避难设施 当然是随着双方战备武器的升级 避难设施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之中 就这样 民众被这种战争威胁论 拖进了巨大的经济陷阱之中 影片主要是借用了原著的这个创意点 对原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 不过二者要表达的思想都是一致的 那就是讽刺了虚伪的灯塔国 通过虚假的政治宣传 来树立一个不存在的假想敌 并以此来谋取自身的利益 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们是不是会心一笑呢 觉得本篇应景的小伙伴们 可以在弹幕上扣1 觉得本篇十分应景的小伙伴们 可以在弹幕上扣2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爱你的星星 我们下期再见